长江港监局日前在张家岗表彰了在查获海盗船事件当中立功的张家岗长江港监局 并向这个港监局的有关人员转交了国际海事局奖励的2万美金 去年12月7号一艘载有3000吨棕榈油的洪多拉斯级山尼一号海轮靠拨张家岗 张家岗长江港监局检察员发现山尼一号存在着通风筒防火挡板受损 海图长期没有改正无线电台不能工作等35项大小缺陷和问题 监督人员迅速查问了船舶禁出口资料和近期的协查通报 发现这艘名为山尼一号的杂货船与1998年9月28号在马六甲海峡失踪的巴拿马级天狱轮有相似之处 检察人员迅速对山尼一号轮下达了禁止离港通知书 同时对山尼一号轮进行调查取证核实 终于确认山尼一号正式失踪的巴拿马级天狱轮 今年4月15号武汉海市法院作出裁定将天狱轮返还给巴拿马天狱航运有限公司 从而为船东挽回了1亿日元的损失 这是中央台和张家港台报道的 随着邮政电信业的飞速发展 一些不法之徒开始把目光瞄准了这个行业 这些离鬼或是冒充电信局邮政局欺诈消费者或是超范围经营 严重扰乱了我国的邮政电信市场 最近上海就有人打着电信局的名义 向企业收取传真机2000年旧卡换新卡的费用 并扬言如果不交钱就停机 经过一番暗访 记者和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执法人员 找到了收费地点 上海卖行通讯发展有限公司 经查证上海卖行通讯发展有限公司的这一行为 属于假冒电信部门的欺诈行为 据了解 这起电信欺诈案竟然使1000多家企事业单位上当受骗 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 除了邮政部门外 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经营邮政业务 8月19号 长沙市有关部门在当地一个住宅区内 查获一家非法经营邮政业务的窝点 这家名叫芙蓉区集通快递的个体企业服务部 营业执照上著名 经营范围是除了邮政以外的快递业务 然而检查人员却当场查获了大量 私自印制的经营邮政业务的单据和快递邮件 据老板交代 他们主要采用上门收集和投递的办法 非法经营邮政快递业务 他们的业务遍及全国 目前这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这是上海台和湖南台报道的 观众朋友 从明天凌晨零点开始 用户在拨打全球通数字移动电话的时候 必须要拨打声位后的11位号码了 基本恢复正常 目前人员伤亡情况和事故原因 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8月21号上午 西藏拉萨普将终雨 因此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拉萨分赛场的室外表演项目和压加比赛被迫推迟 在进行的射弩和三千米走马比赛中 西藏选手包揽了这两项的金牌 今天首先进行的是三千米走马的比赛 西藏选手戈桑朗杰最终以7分04秒82的成绩 为西藏代表团再添一金 值得一提的是 戈桑朗杰今年已是60岁高龄 西藏方面推出新招有效的激活了成都的消费市场 9点多钟当大多数的商场已经关门歇业的时候 中条期的贷款夜市却要持续到晚上10点钟 把商家请进银行来银商两家共同开设消费贷款夜市 这一从未有过的事儿吸引了成都众多市民前来观看 夜市上陈列着奥拓富康桑塔纳等各种轿车和各种品牌的空调 由于它减少了中间环节省去了消费者在商家与银行之间来回折腾 又由于它简化了手续 只要有常住的户口证明和稳定的收入证明 便可以现场办理 因此这样的新招一出便激起了许多潜在的消费欲望 律师赵玉荣偶然间走进这里 便当即决定贷款1.3万元 买下两台总价值达1.6万元的空调 填表啊这个就是总共你花了多长时间 花了大概就是两个半天吧 成都商家推出的招数则是为消费贷款贴息 位于天府广场的成都百货大楼 打出了一句让许多人掩热的口号 你贷款我负息 规定从今年6月16号到9月16号 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贷款期 为半年和一年的消费者实行贴息 此招一出生产企业也纷纷跟着出招响应 这是中央台和成都电视台报道的 据新华社消息 世界上首例大熊猫三胞胎当中的老三 今天不幸在四川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夭折 经过检查发现 这只出生才三天的大熊猫 尿道系统先天发育不全 因为无法排尿导致膀胀充盈而死 大熊猫三胞胎是本月18号上午 在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降生的 据了解 一般的大熊猫一年只怀孕一次 每次可产在一头到两头 据本台消息 挑战英吉利海峡的温州工人陈雄光 将于本月24号到26号之间正式横渡英吉利海峡 他的横渡路线最终确定为 从英国的多福尔游向法国的加莱 据了解 陈雄光已经于当地时间18号下午 由伦敦抵达靠近多福尔的小镇福克斯通 并在当地时间 实际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糊